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2023年春节当电影《流浪地球2》 在大年初一上映后 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太空电梯 笨笨机械狗 门框机器人 掠夺者无人机 攻城外骨骼 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目光 该片导演郭帆表示 《流浪地球2》中 许多可行驶可作业可变形的 UEG地球联合政府机械设备 出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 徐工集团 据透露 徐工集团 以启重 土方 道路 高空 环卫 安全与应急救援等 成套化设备保障方案 成为了该影片的特殊演员 徐工集团是国内 工程机械行业龙头企业 徐工机械是其核心企业 全球工程机械信息提供商 KHIO发布的最新榜单显示 2021年全球前50强工程机械主机企业中 徐工集团以181亿美元的销售额 蝉联全球第三 国内第一 徐工集团《流浪地球项目》现场执行总监 徐工传动党委副书记马明介绍 近半年时间 徐工先后投入42款61台主机设备 400多套零部件及车间道具 61套三维模型 319名工作人员 从时间 涂装 设备 人员 物流 现场执行等各方面 为《流浪地球2》做好资源配置和保障 比如 影片中拥有四条支腿的多地形智能应急救援平台 徐工ET120 又称钢铁螳螂 18个液压油缸 能支持它在山地 沼泽 隧道等复杂地形中如履平地 搭载不同工作机具 实现灭火 伐木 切割 打桩等多种作业功能 适用于雪崩 地震 滑坡 艳色湖等灾后抢险救援 甚至在4500米高海拔 零下40摄氏度的极限环境下也能胜任 除此之外 徐工集团基于高寒 高热 高海拔等复杂的应用场景 围绕智能化 绿色化 高端化方向研发的 数十项创新成果 成功运用《流浪地球2》 无人驾驶和新能源的设备占总体设备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些超级装备的参与保障了超级线的拍摄质量 彰显着中国的工业制造水平 工程机械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目前 我国已形成22大类工程机械产品 成为产品类别和品种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工程机械国内市场满足率从2012年的不到90% 提高到目前的96%以上 挖掘机 起重机 装载机等主要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 智能化 数字化 电动化成为工程机械行业转型的高频次 以徐工集团 三一重工等为代表的工程机械龙头企业 正在引领行业加速变革 相比起流浪地球一 流浪地球二里计算机的戏份大幅度增加 刘德华扮演的图横宇 整条故事线都在围绕计算机展开 只不过 这里的计算机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是550系列量子计算机 第二类则是部署在未来航天中心里的那些计算机 虽然第一类的量子计算机距离我们还很遥远 但第二类的计算机已经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了 电影里 航天中心里那一闪而过的计算机阵列 其实就是中科曙光还没有面世的刚式静默夜冷计算机 在现实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算力的需求早已暴涨 很多厂商的数据中心也都是夜冷式的 阿里云的麒麟数据中心就是把服务器全部都浸泡在特殊的冷却液之中 再一个就是垂直起降版本的J20C 电影里的垂直起降J20显然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武装直升机的东西 开场时候 刘培强和他师傅张鹏直接在街道废墟里起飞了 可见 这东西对于起降场所完全不挑 现实中 J20显然还没有垂直起降的功能 美国的F35倒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垂直起降 中国目前已经掌握了垂直起降技术 并进行了小比例试验 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设计制造出垂直起降的J20 电影里的550系列量子计算机既可以辅助行星发动机的工程建设 还可以进行组网协调运转 根据第一部里春节十二响的设定 它还有编程功能 这些特征说明流浪地球设定里的量子计算机 已经属于通用量子计算机了 除了原理不同之外功能上或许和传统计算机一模一样 目前来看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事实上不论是谷歌还是中科大 全球对量子计算的研究都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 连模拟机都算不上 谷歌虽然造出了胡伟松量子芯片 但必须在超低温下才能使用 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出错 中科大潘建伟院士的团队虽然成功做出了 可以在常温下使用的光量子计算机 但与其说这是个计算机 不如说只是一个计算装置 如果我们可以不计成本地对量子计算机进行投入 那么50年内大概率是可以看到相应成果的 行星发动机的本质是可控的综合聚变 也就是把石头里的硅阳等重原子进行核聚变 从而产生强大的能量 近年来中国的EAST先后实现1.2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101秒 近7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1056秒等 创造世界纪录的重大突破 近期我国发现并证明了一种新的高能量约束模式 对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和未来聚变堆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预计2050年可以实现初步商业化运营 然后是太空电梯 最近中国在一项尖端科技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即实现50厘米碳纳米管技术的突破后 中国科学家于不久前又实现了70厘米碳纳米管技术的突破 很有可能是构想中的太空电梯不再是梦想 碳纳米管有着极其优越的性能 仅1厘米的碳纳米管就可吊起160头大象 这一特性也使碳纳米管成为制造太空电梯的最佳材料 目前中国正计划实现碳纳米管的工业化生产 并在将来投入到航天领域应用 在无人机械和算力建设上 我们已经在朝着电影描述的那个方向发展了 550系列计算机的使命 是帮助人类加快行星发动机工程的假设 在超级算力的统筹下 人类利用无人车无人机无人飞船机器人来建设超级工程 而现实中中国其实已经在这条路上了 无人港口早已不是新闻 从厦门远海码头开始 中国已经建成了10座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 还有7座正在建设中 规模位列世界第一位 技术层面上 5G技术带来的高效率通信和L4级别的无人集装箱运输车带来的 是成本的大幅下降 一辆无人集装箱运输车能取代三至四个司机的工作 2019年7月 美国的Kite公开了无人驾驶的液压挖掘机 同一年 日本小松也开始了人工智能工程机械的验证 中国企业也不落后 同样拿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徐宫 中联 三一 柳宫 都有自己的无人工程机械产品 我国已经在火星和月球上部署无人车 并且在空间站上安装有机械臂 至于机械外骨骼以及无人机风群 已经在航展和解放军中烂大街了 第二个想到的就是算力 电影里用的是量子计算机 但现实中我们短期内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还是要用传统计算机 目前中国算力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梯队 2021年的数据来看 中美两国分别占了全球31% 36%的算力 是当之无愧的算力大国 电影里的三个根服务器分别位于北京 杜勒斯 东京 看来导演团队是真的懂算力的 背后肯定请了相关专家 《流浪地球2》除了电影工业上的成就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业的整体成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